刚才在一层下了一盘啊 现在还是发现还是下完 立刻复这样效果比较好 你那个天长日久的话 自己也不知道 跟当时是什么想 其实复盘的话也没必要去 去摆太多变化 就是把当初自己怎么想的 就是说弄不弄清楚 我是黑的我喜欢走对角 这个的话我手两个角 应该也可以吧 不过在大天幕时代有可能不成 但这个只是大天幕 这种东西只是对专业而言 业余无所谓点掉 反正也可以不会亏的 贴出来应该是定时可以的 他这个的话 他这个也可以吧 这个东西你也不能说 他不按定时输上走 输上的话是 他说是那个叫什么冲一下 断到里面去 输上是这么一个定时 稍微摆一下 输上反正是这么一个意思 然后的话你爆掉 断那边吃那边 然后他这里拌吃 然后你把它拔掉 然后的话他再从这里拌出来 然后你再拌的话 然后他这里打 这么一个东西 这里他接了以后的话 他等一下要把你一口气把你吃吃 然后你走去看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走这个的话 然后他把这个推出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定时 但他没走啊 这个你不能指望对对手都给你走定时 而且有些定时其实我们自己也不会啊 我们知道的定时也就那么几个 他现在的话等于说的话就是跟着感觉走 你冲的话我就倒 这个其实实际上黑的的话也不是很好笑 黑的我搬出啊 理论上应该搬出对不对 然后的话被他一刀断掉 他还是可以断 然后这个是我感觉 现在我感觉应该接这个 这个没什么必要玩花呀 接这个有什么好处 接这个的话如果他贴的话啊 他贴的话你就索性就死掉 反正这样的话他五个只吃你一颗嘛 你也不亏嘛 然后你从这里一搬就可以 这样的话没有亏的道理 如果他要把你加掉的话你再你再拼一下 他如果要双多 这样的话你把他等于说这这条边给破掉的话 然后你就脱心算了 这个我觉得黑的还可以啊 虽然说外面的 还是接好我感觉还是 接了算了 接了的话看看他怎么走吧 反正接上实接算了啊 这个被他断掉以后的话实接最好 实接最好 那么我实战走了这个东西 走这个的话等于说下一步 我要把你这个爆掉 然后他走了一步 这步这步起不错啊 他下面还是要把你冲断 然后的话我接上 不让他冲 那么他这个地方还是被他那个的 被他横到这里啊 横到这里的话感觉到这个 其实还是应该脱心比较 有可能啊不要走了 那我实战的话直接就是说 强行跟他开战 这个开战有可能未必有利啊 他这个走了很好 然后我这个 这个走一下也可以吧 不过有可能有点亏啊 因为你走一下以后的话 被他这样贴死 这个有可能还是不要交换好 但是你不交换的话 你被他 这个有可能这么直接飞过去行不行 你有可能的话直接飞也可以吧 有可能啊 我是说有可能 这个我反正搞不清楚 直接飞的话 问题是他有可能直接把你咔嚓一到 就把你断掉啊 这个很有可能 断掉以后的话 你能不能强行打出来呢 反正这个东西比较复杂 啊 这个有可能是可以强行打出来啊 有可能我是说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你如果断的话 你不是很怕的 你这里有个连斑 对不对 这个连斑比较厉害 那么这样的话 也许黑的也可以在 还是应该飞就好了 就就在形状上算 实在这样的话 下面这个爬一手好像没多大意义 这个的话 你爬了一手以后的话 你你要吃他两个 被他这样一贴以后的话 你现在反而飞不出来 对不对 飞出来直接被他吃死 然后你我只能跳 那么被他飞到这里了 我感觉这个攻手有点捏出来 啊 这个起的话 有可能还是直接单跳出来好的 倒是走的这个双好不好 这个的话好像不曾在挖吧 挖的话我就从这里打 啊有可能 这个地方有可能要被他打成一团瓶 啊那这还是不行 这个的话还是不行 看来是不行啊 这个的话你要被他打死 对不对 被他一团瓶打死 但是这个双的话 臭他那个的话也不好啊 反正这个起不好吃 这个有可能是走这个 啊有可能 我是想有可能走这个 这个的话 为什么这个如果来挖的话 你不是很怕的 对不对 你就从这里打 啊 你从这里打的话 然后你你这样的话 你可以护下去 这个还不错 这个时候他不存在这种手段 对不对 他这种手段的话 你也不是很怕 虽然说你这个形状也比较余 啊 但是的话也不是很怕 这个他不能领翻 对不对 他可以借 这个鱼形是鱼形 但是我可以 把这个头走到这边去 还可以啊 也还可以 哎 反正中复攻防的话 是一大难题 不会走啊 一句话就是不会走 实在走的这个双形状看上去比较好 但是凑对方这样的一围的话 把对方这个空被对方这个空全部守住 还是有点可 稍微有点可惜啊 实在我走了这个的话 但是被他这样飞一下以后的话 这个空的话还是很可 然后你再去震的话 问题是你这个震的话也有弱点 他随时垮断或者尖断 他现在也没来接你 他走这个 然后再去这样的话 黑的有点勉强啊 起黑的这个走法有点勉强 这个被被白的这么一记以后的话 这个起有可能黑的不要再去这了 你震他也没多大意义 还不如先自己先逃出来再说 有可能啊 我是说有可能还是逃死好 这个是你你这样去弄他的话 没多大意义的 你再去震他的话 自己给自己制造弱点 然后被他这样一记以后的话 被他这个形状 这个这个黑的不太好下 黑的是舌站走了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应该 道理上应该也是亏的 然后顶一下 然后又被他走到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的话有点 然后黑的往这里去 被他这样挤一下以后 挤一下以后 你只能接这个 是不是啊 你好像走别的都不行 走别的的话 立刻就被他扳断了啊 这个其实很凶的他 他这个地方直接就把你弄断了 是不是啊 那你也是有什么话好说 这你肯定死掉了 对不对 所以说的话 反正是已经又又一下子就是 一下子就是弄成那个烈死了 走还是可以走 这个区域都不能走啊 然后我只能走这个A位 然后他这个很凶对不对 打到这里的话 那这个只能硬着头皮接上 你这个只能不能被他写 然后被他这个靠出来 反正这个靠出来 但暂时不会是 但是问题是这三个子又被他弄出 然后的话 走这个又被他 他这地方走了很好 一断的话 这个什么办法都没有黑的啊 没有任何办法 被被被被这样被他冲断 其实走到这里啊 感觉上的话 黑的的话 应该先把这块去处理好 这个才是正式啊 这块其实死还是不会死 对不对 这样走走的话 虽然说形势也有点落后的话 但实在的话莫名其妙 实在去去补这个 脚上这个脚上这个子 你就被他吃了 也只能被他吃 这地方没办法 对不对 他吃的话你就反打一下好了 实际上他也不会来吃你 他是如果他正来吃你的话 这个这块起不用跑 这个没办法 你只能这样走 对不对 你不能够就是说去补那个外 补里面的块起 里面的块起的话 一补以后的话 外面的话很危险 实际上这个 这个其实这样走 他实际上是这么下的啊 先打一下对方去上一会 然后又去补了一次 其实这个时候白的错过机会 白的的话也补了一次 其实这个地方白的没必要补 白的的话狠一点的话 白的立刻就可以那个 白的立刻说不定就可以跳下来 或者白的走这种都可以 白的也可以走柔软一点 走这种东西啊 走这种的话就是防止你那个 防止你从这里给我靠 对不对 这样的话你是不敢靠 啊 你如果要用这种的话 我不怕你对不对 你断好你断我也不怕你 那我就从这里打打一下就可以 打了以后的话我一戒就可以 对不对 你如果要这个冲完 我可以从这里打 对不对 这个这个的话 这个没什么手劲啊 这个不是什么手劲 你你你这个东西的话 不是什么手劲 你搬不出来对吧 这个戒你根本打不赢 对不对 你妄图这样打戒以后 你这个万戒不赢 是不是 这个肯定是万戒不赢的 这还有什么 这个戒肯定是不行的 没什么戒很大啊 那没什么戒的话 你等于说你就 你就不行了已经 你如果是直接接上以后的话 被 被白方这样一弄以后的话 这个不行啊 实际上的话白的我是黑的啊 白的实际上是下的比较软 白的可能觉得优势了 没必要这么拼命 他弄了一个这个东西 到这里对 他去补了一手 其实这个没必要补啊 啊 当黑的走这个时候的话 白的去补了一手 白的不补其实没关系 因为这个地方黑的没什么手段 比如说白的不补啊 我们讲白的走个 这个黑的其实没有任何手段 黑的这个垮是不成立的 对不对 黑的这个垮的话 白的可以冲进来 然后你如果把我弄掉以后的话 我就从这里一壶 你这个反正被我真实 这没什么没什么好说的 实际上这个地方不用补了 这个地方的话 肯定不用补 这个地方的话就算是杀气的话 也是白的气场 对不对 黑的只白的只要走到这个以后 黑的自己还要火了 所以有可能黑的是可以火的啊 比如说 白的凶一点的话 似乎直接飞下去都可以 这个气 这个气 白的的话 如果要狠一点的话 白的是不是直接从这些中下去都可以 这个黑的的话 就算能突围的话也不便宜 对不对 他就算从这里能突围 而且这个地方能不能突围 所以还是个问题 因为我这个地方是线索 对不对 我这个总是线索吧 你如果要要把我下面杀掉的话 你这个这个东西的话很危险 你这个被我被我扣进去的话啊 所以说的话 这个其实相当复杂 等于说是白的实际上 黑的实际上不敢乱动啊 外面 那么实战看看啊 十一分钟我们十五分钟就结束 实战的话走了一 实战等于说是被那个 白方的话走了一步玩手啊 这个时候黑的有抓住 黑的抓住 黑的应该老老是做活掉再说 活掉再说啊 现在有两块弱气 你只能活掉 你不能说去攻击人家那三颗子 然后实战的话 黑的莫名其妙去靠他 看上去很羞实 实战这个没用的 对方反靠你断掉 然后的话对方退 这步骑走得很好 现在黑的很危难 黑的只有硬着头皮挺出来 对不对 硬着头皮挺出来以后的话 你不挺出来也不行 对不对 不挺出来你吃了他一颗一点 也不便宜 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这样抱 是不是这样抱的话 你肯定没什么便宜的 他反打一下就可以 对不对 没什么便宜 他反打一下以后的话 那么你把他 然后他这里 把你扣进去 这个的话 实战的话是硬着头皮 给他拼命一样 黑的挺多 但这个的话很危险 白的的话也拼命 白的立下来 那么黑的的话就麻烦 黑的现在的话 如果是走这个的话 想杀他的话 想杀他的话 问题是能不能杀他这个问题 来走这个时候还可以 这个也许真的应该走这个 这个是有可能啊 黑的有可能 但是走这个的话也很危险 走这个的话 问题是白的可以 这里一般的 这里一般你怎么办 这黑的快死掉了 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我就走这个 对不对 你如果要再走这个的话 问题是我这里可以 这个是绝对先走吧 然后呢 我就把你挡挡住就可以 然后你如果要 要虎这个的话 我就是说我不管三千 先把你也灭掉这个 对不对 我就强意灭眼了 这个看上去的话 好像白的也比较疯狂 但是因为你你对他没手段 对不对 这个比较愚文 你这种断断的话没手段 我先把你先打成一团兵再说 对不对 把你打成一团兵以后的话 然后我再从这里冲冲出来 我就 我大不了 中间三个子死掉的话 我也不会亏 对不对 我就从这里冲出来 那你怎么走呢 这个的话已经不行了 你把我三个子吃掉 我甚至可以把它弃掉 对不对 我只要把你的这两个子杀掉以后 你下面这块还没活 对不对 我这三个子弃掉都可以 所以这个弃的话不好走一下 实战看看实战法 实战的话 实战的话也没走这个 实战走了一个什么东西 实战可能黑的也意识到这个危险 实战的话就先去顶一个再说 顶一个的话好不好 好不好再说 然后接上以后 然后黑的不管三桥 先把这个中间逃出 中间逃出 但是问题是被他一飞以后 这个子已经输掉 这个子已经输掉了 实际上就是说这么回事 稍微看看啊 我走了这个 因为你不走这个也不行 对不对 你走走这种的话 你更加不行 这种的话你被他爬爬的话 他的非常长 对不对 你根本杀不过来 而且你搬都搬不下去 对不对 你搬下去以后被他咔嚓一刀一断 以后 这个子很郁闷 你搬都搬不下去 对不对 你你又不能退 退的话 那么你他就这样一打 好了 就简单的 就简单的回家就可以 啊 直接把你这个 那么你还想这么想 然后好像靠下去也不行 靠下去 我当时也算靠下去 靠下去以后 问题是白的有这个顶的这个手段 很严厉 这个顶了以后的话 然后白的咔嚓这里 那么你怎么办 你只能拐出去对不对 拐出去以后的话 他只要吃了一退就可以了 你的话 你想这个想想逃出来以后的话 你这里外外面的话 被他加加就加死 好 他可以这里先接手 对不对 等到你你爬进去以后的话 他在这外面加 简单就把你上死了 好 所以说的话怎么走都不行 这个汽车这样已经输掉了 这个汽车就是在这里 一大事物啊 就辅到这里吧 就是说这个还是不理解 对自己的强弱不理解 首先这个补了一手莫名其名 另外的话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话 黑的也白的也走了个晚上 然后黑的的话 应该从这里 这里活了再说啊 活了以后 反正这个汽车有可能的话 虽然说落后的话 有可能还可以下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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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